述團訪華的安巴雷克接受CNN專訪時說 專家做的新發現包括 病毒前年12月已經在武漢廣泛傳播 他根據當局提供的174宗病例記錄推斷 以整體數據一成半是嚴重病例 其餘大部分病情輕微 當時實際上可能已經有過千宗病例 又說當時病毒株已經有最少13個品種 安巴雷克希望 專家組可以在幾個月內回到武漢 作進一步調查 包括調查近兩年的血腹樣本 對於有隨團澳洲專家 批評中國拒絕提供原始數據 同行的英國專家玉森 就在英國廣播公司BBC的節目上指出 對任何國家來說 交出原始數據都並不是尋常做法 又指調查主要仍然聚焦 病毒最初可能是由動物傳人 過程中或者涉及食物鏈 期間或者亦都會涉及急凍食品 至於動物傳人的地點 亦都不一定在中國境內 他同時又確認 專家並未有完全排除實驗室洩漏病毒的可能 美國早前說中方必須提供早期數據 對相關的溝通心表憂慮 接受BBC同一節目訪問的英國外相南韜文就說 有同樣的擔憂將會推動給專家組得到所有所需數據 有先電視機制內健身不到 所以